哇靠 好恐怖 我也被嚇到 怎麼會卡那麼緊 好像算很緊是不是 很緊啊 嘿我是你的整副是Morgan 這頻道是獻給想遠離醫院的你 想獲得這些資訊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Let's go 嘿各位 今天我們來一位龍舟選手和健體模特 我們的Header 那你是哪邊比較不舒服嗎 腰 主要是腰的部分比較不舒服 他怎麼了 就是我之前 對 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是練角力的關係 對 已經受傷了之後 才知道很痛 但我不知道是怎樣動作而受傷 那就是突然痛了 突然痛了一下 對然後導致我現在可能就是做一些類似硬舉 重心往前動作 我可能會瞬間 沒有重心 那我就往前趴 了解 那我們做個小檢測 你幫我這隻手去摸 腳指頭 會痛嗎 現在這樣還好 因為比較沒有重量化是還好 會有壓力或緊緊的嗎 還好 那好再幫我起來 你看 幫我做這個 往前推的動作 OK 會痛嗎 不會不會不會 這樣完全不會 剛剛那樣子有一點 但是還好 對但還好 OK好 當我們在做這個動作檢測的時候 這是我們追肩盤 我們身體往前壓 這樣子是會擠壓到我們追肩盤 如果追肩盤 有被壓迫有問題的話 那它就會產生疼痛 會覺得緊繃壓力感 那相反如果是這樣子呢 是我們的小面關節 對如果它會有緊繃疼痛感的話 就代表是小面關節出了問題 對所以很明顯也是追肩盤突出了問題 對那很有可能是 可能它有歪掉 像這樣 像這樣 它有被壓迫到 體質怎麼可以那麼低 哇 還好我其實都一直保持這個身材 我現在這個身材 是我自己覺得最好維持的狀態 就是我可以不用天天訓練 然後也不用就是正常的飲食 對因為有時候我有時候上課啊 或是工作的時候 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對所以現在 這狀態是我自己覺得最好維持的 好你正常的飲食是這樣 我正常的飲食是這樣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體質不太一樣 因為我自己體質是可以這樣 所以我就這樣就可以了 好羨慕 對對對 還好還好 羨慕嗎各位 好手肘往內 這樣喔 對沒錯 放鬆 往後倒 吐氣 OK 這是把你的胸椎延展開來 好手放下 這個動作你可能會覺得 比較有點痛感 但是很正常 對因為你腰椎卡得比較緊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 把你的腰椎延展開來 好放鬆我後倒 OK 好恐怖 超恐怖的 但是會痛嗎 不會 不會痛 嚇到 這邊有受過傷嗎 對我說 大家會比較害怕 對我不會太怕 你有沒有感覺你的腰椎被拉開來 有耶 可是尤其是往下的時候會覺得 就是有個張力感 對 確實有感覺到 那個時候就是你的椎間盤 會被稍微有壓力的時候 對 那它這樣子的動作 是在幫助你整個椎間盤 它收縮 舒張 收縮舒張 這樣促進它的循環 才可以預防它的退化 對 如果你一直讓它卡在一個很緊繃的角度的話 它更難去循環 更容易退化 懂意思齁 了解 OK 還OK嗎 還行 再來 因為你 如果臀肌緊了 你的腰也會跟著緊動 所以我臀也會跟著放鬆 好 很緊 天啊 腰放肌的部分 當它往下的時候你的筋膜 怎麼會被延展開來 所以放鬆會更深層 我這邊屁股特別好 跟另外一邊完全不一樣 但是力道是一樣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我感受都差兩倍以上 那 這可以說明一件事 就是你這邊的關節 可能歪比較多 對 所以肌肉的張力會更強力 不過在小力你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到 我有溫柔了 你的尾骨 怎麼會有點偏左 偏左嗎 對啊你看我現在壓這邊 跟壓這邊 真的差很多耶 對啊 整個肩骨啦 是這樣子有點旋轉 所以我的尾骨是偏左一點 對 因為整個肩骨旋轉 所以尾骨跟著被往左邊帶 那所以這樣也會導致我 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往前動作會瞬間 會 會比較長 用左邊先發力 喔 對 然後你的兩側寬骨也是 右側的寬骨是比較往上 往前這樣子 喔 對 所以會變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肩骨是這樣子 骨盆會歪通的都是旋轉 通常會這樣是因為 你重心比較長偏一邊 那你 你的情況是右邊居多 鬆鬆 哇靠 哇塞 好恐怖 會痛嗎 不會痛不會痛 這個會嚇到耶 不會被嚇到 怎麼會卡那麼緊 好像算很緊是不是 很緊啊 超緊的耶 會不會把我腳掰斷啊 不會啦不會 這個是絕對不會的 對因為我不想傷心 哈哈哈哈 我放鬆的地方都是關節 原本就是可以活動的 OK 沒錯 那原本你的活動度是要很好 可以自然讓關節去滑動 但是它卡住它就會滑不動 嗯 我這樣只是讓它變得可以滑動而已 對 OK 很好 還好嗎還好嗎 還行 對 充滿了 恐懼 驚喜 噢 聲音很大 聲音怎麼會這麼大聲 就是因為 它關節卡得很緊 就像你那個 可能 欸 我要總比喻 哈哈哈哈 反正想不到 我邊調我邊想 來放輕鬆 嘿嘿 如果你被夾得很緊的時候 拔出來會 砰一聲 對 哈哈哈哈 如果 如果沒有被夾得很緊 就是沒有聲音 對 所以你關節卡很緊 所以還會那麼大聲 懂了嗎 我講的是拔罐 被拔很緊 你不要亂想喔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開聲是空氣是不是啊 呃 不是 那是那個 關節和關節中間 的滑動 滑動 對沒錯 有時候是氣泡啦 那要看 看關節長怎樣 跟折手的比較不一樣 對 如果是這樣拉手的話 是關節和關節中間 產生一個空腔 產生氣泡破裂 的聲音 但你這裡不是 對 你這裡是因為關節它滑動 出了問題 通常骨盆出問題 會產生疼痛的點是腰 因為它會往上去擠壓到我們的腰椎 所以你 你看我當我得知你腰 出了問題 我骨盆一定會跟著去放鬆 OK 再一個 好 可以接受多低 這裡可以嗎 可以 這裡可以嗎 不行 哈哈哈哈 回來一點 太狠了 還是 這樣也不錯 你的 擴背機真的是練得很強 因為滑船很吃擴背 對 滑龍舟 那滑龍舟不是都單邊 一直在滑嗎 對 你們會換邊嗎 我通常是不會 因為通常是練好那邊就好 是喔 龍舟也是很辛苦 要單邊一直出力 這也是說明了你右邊重心會比較 你應該都站右邊吧 坐右邊 對吧 對 所以右邊重心就會一直這樣一直壓 一直壓 一直壓 找到原因了 真相只有一個 這是因為龍舟的關係 唉 呃 呃 唉 這要放鬆 吐 吐 吐 OK 嗨 看到這裡了 記得幫我訂閱摩根老師 吐 吐 請問摩根 這個擴背力的手感如何 蠻棒的 呵呵呵 很厚實 一分到十分 我 我給個八分 呵呵呵 因為他 皆實有力 是個不錯的背膀 那之所以為什麼還沒到十分 是因為我的十分是熱狗王 他是新一代的喜劇天才 來 做完嗎 很酸 深層 然後緩慢的延轉 嗯 對 然後錯誤的推法才是怎樣 推的才是怎樣 喔 這是這樣 喔 這是那個西門丁那一種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把管怎樣 我很像歌吉啦 因為那背上都一顆一顆這樣 那 來變身啦 好 欸這是滑罐嗎 對 現在目前先滑 先滑動 把筋膜再放鬆開來 唉唷 有懂喔 因為我 我現在是當 按摩的 喔 你現在也會按摩 但是就是普通按摩 有不普通按摩嗎 我沒有要你解釋啊 我並沒有誤會啊 幹嘛解釋 可以緊緊的 正常 對然後就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在擺動的時候 筋膜會被牽扯開來 對所以它會幫助你的筋膜 原本糾結在一起放拉扯開來 所以會有點痛感很正常 會太緊嗎 是還好 嚇到嗎 Oh my God Oh my God Gear 喔 哇 哇塞 Oh my God Oh my God 不會痛吧 不會 嚇一跳 這個比剛剛都還恐怖 因為是頭 對因為是脖子的關係 對 而且剛剛那個太多combo了 對 太多combo了 開 1 more 1 more OK 來放鬆 Surprise 你會 你有痛嗎 不會 不會 我因為耳環了 不是你耳環 我忘記跟你講說我戴耳環 喔會痛嗎 不會 OK 那個 有被拉開嗎 頭這個 頸椎有被拉開來一下 有有 那個 戰損了 對 我自己聽到是碰真的感覺 碰真的感覺 對 那個碰是因為我的器材戰損 是嗎 對但是 但是我確實有感覺到脖子有被拉 有被拉開來 對 它這樣其實可以幫助你 減輕最鍵盤的壓力 現在脖子動看看 柔軟許多吧 嗯 OK 有沒有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嗯 確實 比較舒服 而且你放比較深 對沒錯 活動度也變好了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也要去追蹤我們的 Healer 那下次見啦 掰掰 好嗎 不錯吧 不錯 很驚險 之前都只有做過一般肌肉卵組織的放鬆 其實很少 很少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怕癢的人 所以按摩的時候其實 會怕 哇這好高級喔 可以這樣 對一百萬 一百萬 真的啊 我躺在一百萬上面 你剛剛讓我想到我以前高中 真的會做老漢推車 跟誰 訓練啦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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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